一路走的时候最让我感到震惊的 也是我们大家都事先知道的虔诚者 磕长头的 这个行为对于我们常人来看不可思议 我们有一天汽车拐过一道山梁 刚一拐过去就大家都喊磕长头的 早晨尘埃 湿润的空气中远处两个人 一前一后 非常虔诚的慢悠悠的磕着长头 那动作都是要做到位 磕长头一点都不能自己糊弄自己 就是多一点都不会迈过去 比如他的手的位置到这 那么他的脚一定在这个位置 再量下一个长度 那么脉部 合时举手 匍匐 五体投地 周而复时 一次一次的往前走着 磕长头一天能磕多少里地呢 我告诉你们 磕长头的正常速度 天气好的情况下 路途比较平凡的情况下 每天磕五公里 五公里 你知道磕头这事啊 还真不是藏族人发明的 是咱汉族人发明的 这汉族人最早就会磕头 对不对 跪拜嘛 是中国过去古代社会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礼仪 三叩九拜 那么 藏族人学会了这个磕头以后呢 他用在这种拜佛之中呢 就非常的虔诚 磕长头 一路磕过去 一定是忘了我的这种境界 我们看到这磕长头的人说 马上就说你停下来 停下来 我们要上去跟人聊天 就跟他们聊 他们就停在那 我们开始 那个 这个 这个前胸有一块皮革 因为老趴在地上 不磕的时候就摘下来了 然后我们开始跟人家聊 是吧 就说你出来离家多久了 说出来三个多月了 说要磕哪去 说要磕到拉萨去 说磕多长时间呢 我大概要磕一年半 2500公里的路程 每天五公里 早晨就开始磕 晚上就开始 风餐露宿 走到哪 住到哪 只一小帐房 那帐房比这桌子差不多大 就能将将进去一个人 有一块皮子 羊毛皮子往地上一扑 都是湿的 我当时就喊 因为我们人多 好几车人 我说人都过来 因为我们出门 都带着血压 即血氧 即疑 就各种人不停地检查身体 为什么 怕出问题 比如你血氧低到 你比如你血氧低到 85以下 你就要注意了 你就要吸氧 要不然就会出问题 可能会产生昏迷 对吧 结果 把我们的工作人员叫来 给人量血压 那血压叫标准血压 高压120 低压80 量血氧 人的血氧几乎百分之百 我们自个儿看自个儿 那血氧都不好意思看 其中一个人感冒了 我们就给他点药 他收留了药 我们给他一部分钱 他不要 他这么说的 他留下一百 很有意思 他就把这个钱留下一百块 说我够用了 其他都还给你 他不要 你再给他就赚 对他不敬了 所以我们也就遵守他的原则 我们就从车上拿来方便面 给他点 他也是 就是够了 不要很多 他会觉得这一路上 所有遇到的事情 都是他的人生中必须遇到的 比如疾病和苦难 我们不认为 我们遇到疾病和苦难 第一反应就是 我怎么那么倒霉呀 我怎么这么感冒了 我怎么难受 我这不行啊 就是这种感觉 他没有 他觉得遇到什么 就是什么 给他那个感冒药 他就留了一袋 就说如果 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可以吃 因为我觉得他很容易感冒 或什么的 可是人身体真好啊 笑的时候啊 一口打呗牙了 这个西藏人这牙太好了 我们小时候那教育 在西藏人面前是不太起作用 我们小时候 怎么早晚要刷牙 怎么能牙齿怎么保护 你看这城市人的牙医 都是一口烂牙 要没有这城市的牙医啊 今天大部分 我们这人的牙都长不好 你看人那白牙 有一天我们在一个地方 开篝火晚会 上两个藏独女孩 唱歌 载歌载舞 这一乐啊 你想晚上又没灯 月光篝火 那白牙穿过黑暗 让大家都不好意思张嘴 你看人家那牙怎么长的 我们去一个路过一个寺院 我们去了很多寺院啊 这些寺院呢 我不大 我跟他们这个带队的人说 我说我尽量去一些 从来没有人去的 所以我们去 反正去了拐弯 走了很多很很很 就很人间罕至的地方 去了一个寺院正在修 修呢 我们正在那折腾的啊 人家请我们吃点东西啊 然后正在拍照 就听见那边那野地里 有一女孩唱歌 我觉得所有的晚会 都是瞎掰 那才叫天籁之声呢 就是尤其在西藏高原上 一个女孩在那干活 边干边唱的那个声音呢 那种感动人呢 绝对不是任何晚会 可以给你的 我们去的时候呢 有几个西藏女孩在那唱歌 然后呢 摄像跑过来就说 给他拍照 给他拍照 让他重唱 女孩就不唱了 那不好意思吧 有个女孩拿着一个天珠 哎呦那天珠啊 按照今天世俗的标准 这叫世俗的标准 西藏人并没有这个标准 这个标准叫至纯 就是最纯的天珠 漂亮之鸡 买白色 那个藏族女孩拿着 然后大家一攥在手里 第一个人就说错话了 怎么说的呢 一拿着 第一个反应就说 这在北京二环边上 能买一二居室啊 这话多么世俗啊 在人家宗教信仰面前 说这么世俗的话 然后我就瞪着他一眼 旁边那个人说的更世俗 说我觉得能买一三居室 所以我们这些人 经过世俗的训练 是不可以达到宗教的境界的 那女孩拿着啊 没好意思说 说你卖给我们 没敢说 觉得再说这话 就等于侮辱对方 女孩一会拿着啊 他们正在修坛城 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 直接就扔进去了 那个坛城就封了 里头各种珠宝 当时我们都看了只愣 说这东西直接就封了 那坛城一封 这东西多少年就打不开 或者是哪年打开 咱也不知道 你知道在西藏 西藏 藏民 很多人的宗教信仰 把他一生中的财富 全部变成财产 捐给寺院 所以你去布达拉宫的时候 比如我在布达拉宫的时候 看到那个纯金的坛城 用多少吨黄金 我都记不住那数据了 上面全部是宝石 我当时是在这个任务 很希望这个 很希望这个自己 这个在天珠这个认知上 能够前进一步 所以特别注重 对天珠的这个使用方面的观察 我们做了大量的笔记照相 我们发现天珠在西藏的所有 不管是宗教造像中 还是宗教的器物中 他永远不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可见西藏的藏民对他的认知 没有我们这么世俗 他们最中心的位置 比如佛像的帽顶中间的这个位置 比如檀城中间的位置 往往是琥珀 要门就是松石 打块的琥珀或松石 我们开车一路走的时候 临近拉萨的时候 有甘丹寺 甘丹寺呢 他实际上就在拉萨的 这个按照我们的话说 就是郊区县 海拔大概3800米 那么甘丹寺呢 他在这个望波日山上 望波日山呢 像一个大象卧象 所以那个山呢 比较缓慢开上去了 到了甘丹寺呢 甘丹寺是这个 皇教很重要的一个寺院 他是这个宗科巴的 我们都知道宗科巴那帽子是这样尖的 宗科巴的这个 在15世纪初呢 亲自筹建的 也算是格鲁交派的一个祖寺 我们去 我记得啊 走的时候往上走 车到一定程度就开不上去了 就得走上去 你知道寺院啊 寺院修的那大台阶啊 说句实在话 咱咱受不了 他那台阶都高 你知道建筑上的台阶啊 我们迈着比较舒服 这台阶一般不会超过13公分 这么高 15公分你迈着就开始多少 有点吃力 20公分就非常吃力 他那一台阶我估计至少25到30公分 所以每上一步都倒气 我上去的时候跟着那个 那个僧侣啊 大喇嘛 大喇嘛在那生活的 所以他没有这感觉 就我一个人能跟上 后面的人最后全都弹了 全都坐在路边上倒气 我一个人直接走上去 走上去以后呢 在里头看了很多寺院的这个环境啊 很多环境呢 你不身临其境 你是不能感受的 比如他在里头吹那种号锯长 声音低沉 比如他很多这个建筑 隐藏在这个 就是他该建筑好像很随意 不像我们有很多设计 鸡脚嘎栏你认为不可能拥有建筑的地方 他挤着一个建筑 很有意思 那么 从甘丹寺出来就没多久就进了这个拉萨嘛 拉萨肯定每个到拉萨这个游客必去的是两个地方 一个是大昭寺 一个是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也是台阶巨大 你没有充分的体力 你走下来会非常的辛苦 大昭寺排着巨长的队伍 门口全部都是磕长头的 我们经过安排 算终于走到了大昭寺 在释迦牟尼等身佛前 每个人都要磕头的 不管你信不信 你走到那一定你会磕头 因为每个人都磕 你不磕你都不好意思过去 每个人磕头的时候都会净现一个哈达 所以在释迦牟尼等身佛那个跟前的哈达堆积如山 让那佛像就剩了一个脸 这件东西呢 我不拿起来 你不知道它是什么 镂空的 溜金 镂空呢 是植物纹 这种镂空呢 不是一个简单的平面镂空 是有层次的 镜头推上去看得非常清楚 这件东西是什么呢 是个印章 我们可以给你看看底 你看看印文 这印文是个图案 一般人都不认的 这是什么呢 它有一个专业的术语 叫朗九旺丹 是西藏话 朗九旺丹是什么意思呢 翻译成汉文 叫十相自在 就十个状态中都非常自在 叫朗九旺丹 记住了 别撂下就忘 那么它是藏族 佛教中的 是一种极具神秘力量的一种图服 我要给你们盖一个 能保佑你一辈子 藏传佛教中 十相自在图 是一个最具有神秘力量的 这样一个图案 这个图案呢 这个还有颜色 它是由七个 梵文文字字母 加上日月圆圈 十个图案组成的 所以你注意看 上面是日月 上面还有各种梵文 它怎么组成的 我也不太清楚 那么这个图服的关系呢 非常的复杂 而且复杂到什么程度呢 哲学家说呢 它有辩证关系 十相自在分为 身 身体 智 智慧 空 没有空 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 风 刮风的风 火 水 地 气 气是气物 清 清静 天界 十个部分 它们之间呢 有一条非常复杂的 宇宙辩论的这样一种系统 这是理论家总结的 不是我总结的 那么我们简单的说 十相自在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 是寿命自在 寿命自在 不是说让你想活多长 活多长 不是 是你活着的时候 能活得非常好 心自在 心自在 按照藏族人的解释 叫生死不染 什么叫生死不染呢 就是我活着时候 跟我死去的时候 不跟世俗的这些烂七八糟 搅和在一起 是这个意思 再有就是怨自在 我们每个人都讲发怨 现在都讲怨景 就是怨自在 再有就是业 这是一个专门的 佛教中的一个术语 是指呢 为做善事和劝他人为善 这叫业 再有就是受生自在 能随意呢 能够想往哪儿就往哪儿去 能够安人所得 就是我有什么 我就满足于什么 我不去争取额外的 自 自聚自在 自聚自在呢 是随意获得的这种乐观 再有呢 就是 解 解扣的解 解自在 能够随意变化 变化 再有就是神力 神力这个不是常人能够理解的 再有就是法力 再有就是智力 聪明 实相自在呢 这个图符呢 我原来想啊 拿纸盖一些看看 一直没舍得盖 你知道文物的印章啊 盖一次 少一次 不要认为这是一个金属的 你就可以永远地盖下去 盖的时间长了 它就开始模糊 就越来越模糊 为什么有的印章 你会看到觉得字口特新 有的这个字口特别磨损的特别厉害呢 就是因为使用的程度 印章是中国一个传统文化 我们看藏族文化中也有这种印章意识 表明自己的存在 这件东西 是我在西藏偶然碰到的 非常的喜欢 以当时的价格呢 感觉还是挺贵的 我觉得 如果你感觉它贵 就是你进入了世俗的一个通道 如果 你说我买不起 就是贵 不是这个一称谓 青藏高原 我们今天其实青藏高原的行政区 画得非常清楚 哪是青海 哪是西藏 非常清楚 但是地域上 它就是一块整 就是一块整体 是我们国家最高的一块 乃至世界上最高的一块高原 所以有世界污脊之称 那么青藏高原 对我们国家的重要性 有多重要呢 我看美国国家地理做过一个总结 那你看到这儿 你就知道这地方有多重要了 我们两大母亲河 长江黄河呢 都发源于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呢 的水 养育了 养育了 这个地球上三分之一 甚至三分之一强的人口 第一就是我们中国 现在有十三亿五千万人口 第二就是印度 印度人口逼近我们 我们加起来二十多个亿 我们世界上现在只有七十亿人口 就靠青藏高原的水来养活我们 世界最高峰也在这里 我们世界无几嘛 喜马拉雅的主峰 珠穆朗玛峰呢 这个过去说是8848 现在经过最新的测定 2005年的测定 大概是8844.43 我也不知道怎么精确到这么高 我都真不知道咱们怎么测的 那么 雅鲁藏布江呢 也是西藏地区最大的江嘛 那么雅鲁藏布江非常重要的是一条 西藏的界线 是前藏后藏的一个界线 那么这高原的水 养育了中华民族 还养育了印度 你看印度人懒吧 为什么他懒呢 是因为水都往他那流 我们很亏的 流进中国的水是少量的 大部分水都流到印度去了 所以印度恒河年年发达水 你看地理图你就知道 我们的国土从青藏高原是逐击下降的 而印度呢 尼泊尔过后就是断崖似的 直接就切下去了 所以下那个水往那边流的更多 西藏呢 有大概面积啊 有123万平方公里 占中国大约八分之一 很大的一块国土 如果我们再加上青海 那就非常的大 高原的感受是跟平地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一生 只要身体允许都应该去高原一趟 所以我就想我就得进藏 进藏有四条线 我们告诉你很简单 青藏从青海走 川藏从成都走 新藏从新疆叶城走 滇藏从昆明走 云南昆明 那么这四条线里最危险的呢 最长的海拔最高的 肯定是新疆走 就新藏线 我就选择了川藏 但是很多人劝我 说你这这么大岁数了 干什么去 去你就坐飞机直接飞拉萨 下了飞机 不行了就飞回来 我说那不成 我非得沿途看一看 所以我们就做了充分的准备 从成都开车 开了七天半 在路上露宿七天 不是十天 七天 第一天去到哪呢 第一天住在丹巴县城 四川的丹巴县城 这个地方最有名的就是大渡河 所以我们在大渡河的铁锁桥上来回走了好几遍 很多人不敢走啊 走到那推转 我还不怎么推转 我还在那用那个连拍的相机转圈拍了很多照片 第二天住的是卢祸 第三天就到了甘孜县城 到了甘孜县城再往前走 就真正进了葬了 在进葬前的那个关卡那儿啊 看到一个藏族女孩 过去老说看见一个人 惊为天人呢 我看见这个藏族女孩 我就觉得惊为天人 那个人长得不可以这么漂亮 漂亮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漂亮到你不太好意思看她 车都开出好远了 我都想让车再开回来 我再看她一眼 你就想这人长得有多么漂亮 人完全是有一种雕塑感 那么第四天我们住在德格 德格有这个印经院 里头都印着经书 那所有的经版都经过几百年了 在德格呢 赶上他们这个这个转经 很多藏族的男女老少 他们转经 我们也跟着转 我们转了几圈腿就软了 人家据说一转几百圈 乃至上千圈 还有人终身天天在那转 看到那个藏族的妇女带着那个头饰 那个漂亮 两个色 一个是虎波的那种暖黄色 一个是松石的那种翠蓝色 满头都是 还有天珠 就你们梦寐以求的天珠 很多人做各种文章的天珠 满头都是 然后追着人家看 追着人家拍 那么第五天就住在昌都 昌都 第六天呢 就是波密 波密县城 第七天呢 林芝 这七天 只有林芝能睡一个好觉 为什么呢 林芝 首先是地势低 大约海拔只有两千米 第二呢 要紧出面 明显 能买 这一天 祝福